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这个程序 大家估计都见过 别人测速是怎么测的 这个是可以测这个v2ray 还有SSSR 这三种订阅地址都可以测 也可以测单个的订阅链接 单个的 SSR链接 vmass链接 像这些 这些就是测出来的速度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平均速度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软件 是个什么情况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吧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我会放到视频下方 大家也不用记 打开这个页面以后 因为我是64位的系统 我下载的是这个 如果你是32位的 你可以下载这个 所以说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下来以后 就这么一个压缩包 然后我们 双击解压 解压开以后 它就是这么几个文件 然后 我们点这个 web GUI 就这个下面的这个文件 这个 批处理文件 我这个是显示的这个后缀了 我估计大家没有这个.bat 这个后缀 这就是webGUI 然后大家双击一下 这个webGUI 然后它就会弹出一个窗口来给你 弹出这个窗口来 然后 我先把这个 vpn给关掉 弹出这个窗口来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电源链接 支持这个ssr ssb 还有这个vtray 的电源链接 大家可以直接复制你的电源链接 进来测试一下这个速度 然后 我就 比如这个是你的电源地址 电源地址 然后这个是自定音分组 你可以随便写 你可以填下机场的名字什么的 然后点这个提交 提交以后 提交以后 它就会自动获取这个电源列表里头的所有的节点 把这所有的节点获取到以后 它就会挨个 测试 像这个 这一列是 丢包率 这边是pin值 这个是平均速度 这个是最高速度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我就不给大家继续测这个了 我在录这个视频之前 测试了一个 我的电源地址 给大家看一下 有这个 测试完了以后 就是这个界面 越红的 越红的说明速度越快 最高速度像这个29 平均速度就是16兆 1兆相当于是10兆的 咱平时说的这种宽带吧 比如说 百兆的宽带 下载速度一般在10兆左右 就是这个意思 像这29兆差不多就是300兆的宽带 像这个 这个也是 34兆 最高 这个平均速度就有点低了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平均速度比较合适 就是这个 像这个 平均速度 整体来说这个机场还是不错的 明天给大家介绍这个机场 这个机场呢 特别便宜 价格低到你想不到 这个怎么说 新开的 这速度特别快 这些节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用这个软件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些节点 在你这个电脑上 这些节点的速度 你到时候你就不用挨个儿试了 要不你联合微图业或者是SSR 一个一个的 试节点 特别麻烦 你测试出来以后 你就比如这个觉得比较快 然后你就记住这个 线路的名字 线路的名字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连这个节点了 然后这些节点 也可以直接测试 这些 到时候它会给你生成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生成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 就是大家刚开始见到的 这个 见到这个图片 这样就是别人发出来的 大家经常看到这个 好了这个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继续介绍了 如果你测试完了以后 所有的节点都测 测完以后 然后你就打开这个 把这个关掉就行了 把这个黑窗口 CMD窗口 关掉就可以了 然后 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 说一下这个非聊 这个非聊它就是一个电报 也是一个电报 就是手机般的 支持苹果和谷歌 那这就是安卓谷歌了 支持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 它这个 它这个不用翻墙就可以直接用 的一个电报 它就是第三方的那个根据电报的API 重新做的一个软件 就是 反正你电报是可以用的 我现在手机上就用这个 电报 这个flashat 如果你没有谷歌运营商店的话 你可以在右下角加入他们这个电报群 加入他们电报群以后 电报群里头有这个客户端 大家可以直接下载 这个不用翻墙 也翻墙 我以前推荐过一次 也是稍待的和大家说一下 好多朋友估计还不知道 所以说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事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吧 最后希望大家订阅一下我频道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 一点帮助的话 记得给视频点个赞 谢谢